Hello,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光分路器的分类 光分路器可以按照工艺进行分类 分为融融拉锥式和平面光波导式 融融拉锥式简称为FBT 它是指将两根或多根光纤混绑在一起 然后在拉锥机上融接拉伸 并实施监控风光笔的变化 而我们的平面光波导功率光分路器 它简称为PLC分路器 它是指半导体工艺制作光波导分支器件 它的分路功能是在芯片上完成的 将平面波导分路器上的各个光导通路 与我们的输入和输出端的光纤列阵一一对接 然后用特定的胶水将其粘接在一起的技术 那PLC光分路器它可以实现1比128分光笔 它的体积比较小 利于集中管理 适合用于各种场合 这种分光器的损耗对波长不是很敏感 它的工作波长可以在1260纳米到160纳米之间 那我们的融融拉锥式光分路器 它在高分路的情况下 它的可靠性不是很高 但是它的分光笔是可以控制的 在低分路时它的成本比较低 它的工作波长为1310纳米 1490纳米 1550纳米 以上就是我们本次光维微课的全部内容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击关注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